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每日中文课 本期课程是由每日中文课官网赞助播出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和尴尬这个词有关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经历过一些让人尴尬的情况 我先来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当时我还做了精心的打扮 穿着一身连衣裙 脚上踩着一双高跟鞋 可是就在我过马路的时候 我的鞋跟卡在了下水道的盖子上面 卡在里面了 我使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鞋子拔出来 可是呢鞋跟居然被掰断了 可是我当时又不想回家换鞋 我不想聚会迟到 所以我只好一瘸一拐的去参加聚会 因为一只鞋是好的 可是另外一只鞋呢没有鞋跟 我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 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我也可以说我当时觉得特别尴尬 你经历过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特别没面子 特别尴尬呢 如果你想表达什么事情让你非常非常尴尬 让你非常非常没面子 那么你可能会用到另外两个表达 比如你可以说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 什么我没脸见人了 又或者你可以说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地缝啊就是指地面上有一条裂缝 如果地面上有个裂缝 我真想钻进去 我再重复一遍 我当时真的没脸见人了 你也可以说 我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什么事情会让一个人尴尬到 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呢 你别说还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公司开会 当时是下午两点多 大家刚刚吃完午餐 结果一位同事他正想发言 可是一张嘴却打了一个很大声的报格 大家其实当时都没有心理准备 很多同事忍不住就笑得很大声 哎呦这位同事啊 他当时特别特别尴尬 他后来就说 他当时真的没脸见人了 他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特别搞笑 特别尴尬 但其实还有更搞笑 更尴尬的故事在后面呢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吃饭 当时大家点的是面条 其中一位朋友就讲了一个笑话 特别好笑 大家害怕这个饭从嘴里喷出来 所以就忍住不笑 尽可能忍着 结果我对面的这个朋友呢 面条倒是没有从嘴里喷出来 居然从鼻子里喷出来了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 所以当时的这个画面 画面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情景 实在是太搞笑了 但是也特别的尴尬 那这时我也可以说 当时的这个画面啊 简直是不忍直视 不忍直视就是指我不忍心看 为什么呢 因为太好笑了 太尴尬了 让我不忍直视 如果有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太尴尬了 太搞笑了 以至于你都不忍心去看 那么你就会用到这个词 哎呦 当时的情景啊 简直是不忍直视 我再说一遍 当时的情景 简直是不忍直视 下一个我们要学习的表达是 被打脸 看字面意思 可能会让你联想到这个动作 但是呢 在今天的情景里 不是这个意思 我来给你个例子 有一次 我跟着几个朋友去旅行 其中一位朋友说 他的方向感很好 大家只要跟着他走 绝对不会迷路 可是最后呢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真的迷路了 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所以当时这位朋友就觉得 他被打脸 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他百分之百 确定的事情 但是事实证明 不是这样的 那么人们在口语中就会说 你看吧 被打脸 被打脸这个词 不是一个正式的表达 它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表达 就是指 你看吧 事实证明 他说的话 根本就不是真的 或者他说的事情 根本没有发生 比如某个同事 他说 这个客户虽然很难搞 虽然很难说话 但是只要我去 合同一定能签下来 可是最后呢 客户根本就没有签合同 那么同事可能会在私底下说 你看吧 被打脸了 你看吧 被打脸了 就是指事实证明 他说的根本就不是真的 事实证明 他说的这个事情 根本就没有发生 下一个表达 让我静静 让我静静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表达 你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 因为它也是一个网络流行语 我来给你个例子 有一次 我的朋友过生日 她是一个长头发的女孩 当时吹蜡烛的时候 她离蜡烛太近了 结果蜡烛的这个火苗 就把她前面的头发给烧掉了 当时这一瞬间发生的很快啊 一下前面的头发就没了 朋友们都去安慰她 问你没事吧 哎呀好在你没烧伤 只是把头发烧掉了 但是呢 没了头发之后很难看 对不对 我的朋友就觉得很没面子 这时他为了缓解尴尬 他就说 没事没事没事 你让我静静 你让我静静 意思就是 大家不用安慰 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会儿吧 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会儿 什么时候会用到 让我静静这个词呢 一般是在发微信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尴尬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或者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受伤 但是呢 你想用比较诙谐 幽默的方式来回复朋友 你想告诉他们 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让我平复一下我的情绪 那么你就可以说 让我静静 请记得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表达 是一个非常幽默的 非正式的表达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期课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